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错了 雪梅 问你个问题 暑假在家的时候父母都嫌弃你啥呢 雪姜 你好 我回到家第一天就说 宝贝啊 你要吃什么呀 我给你去烧呀 特别主动然后就去帮我买菜了 回家一周后我妈对我态度就是 就我早上起来躺着玩手机 然后我妈说 但是起来光这样 我刚刚回来有一天不累的 被子也不疊 然后床也不起 然后衣服也不惯 反正天头也不疏 今天在家里面就玩手机 眼睛都要玩坏脚 啊 啊 玩什么玩一天呢 今天上午初下午干啥 啊 一天前的 拜错了 雪长 我有问题想问你 你觉得女生说什么话 对男生最有杀伤力 说我有口哨 因为她自己戴牙套 然后就说我有口哨 对 雪妹 你好 我觉得女生对男生说 你别碰我 这句话就很有杀伤力 好吧 不仅是身体上别碰我 精神上也别碰我 比较抗拒你的接近嘛 就还有 你看别人家的男朋友 我觉得我自己最好好吧 K.O. 你听她会听到她什么样 分手了 我好像是听她找她了 但估计就让她生气的就说 你不舒服你给我提分手 这种是她最不舒服的马克了 她第一个反应是抱我 半球小学妹 有一个是和不是的小游戏 你能回答吗 学长 我还可以说她 你不舒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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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一会儿 我可以说她 那她就能打开 我 你不舒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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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我 那是 你不舒服 我 那是 你不舒服 我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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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也在追李线童年夫妇这对ACP 商言就是那种 浮黑高冷男 然后童年又是那种小可爱 就很猛嘛 然后两个人很破次元的那种感觉 开始觉得韩少爷这个人物很壮 找我有事儿啊 后来的话看了几集之后觉得真香 真稀哦 蛮大练 特别是他跟我勾手 对 这一张是现在一个机器了 就那同年合作你的8分钟 最舔8分钟 对啊 没有亲爱就摁头啊 一母笑嘛 全程一母笑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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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拉学长 有空调没手机 和有手机没空调这两个房间 你会选择哪一个 你会选择哪一个 有手机没空调 手机是我的虚命神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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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